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这么讲 而且明目张胆的讲 公开的讲 在货联网上讲 在很有影响的纸媒体上讲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如入无人之境 告诉各位 这不是简单的 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这是明明就在这个侵华 日本侵华战争这件事情上 站到日本人的立场上 替日本人说话 但是他就能说 松井十根 前秘书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叫田中正明 口中的卢沟桥事变 证明了这位姓冯的教授 风桑他说的话 是谣言 是日本友谊分子编造的 这位姓冯的自己宣传的卢沟桥事变的真相 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 余孽田中正明 一碗豆腐 豆腐一碗 大体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人在大学里能当教授吗 当然 学术上还一直受到追捧呢 他这样的操守就在日本人的媒体当中 就是他关于给日本侵华做辩护那个东西 比日本NHK还要过活 对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 那汉奸表现的往往比鬼子还要残酷啊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汉奸 那像这位姓冯的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 他在学术的问题上造谣 他打着学术的旗号造谣 他遮蔽颠覆了多少历史常识 危害这么大的东西 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清算 在七七事变84周年的时候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确有说一说的必要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年轻的孩子未必知道 因为2012年13年14年的现在到2021年了 这些文字都在网上飘着 这个人现在还在逍遥自在啊 相当逍遥啊 众所周知 二战后东京审判当中十一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 向法庭提交的起诉诉当中 控告日本战犯1928年1月1号到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这位姓冯的教授关于南京大屠杀直接导火索 基本警卫前后因果的论述直接否定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常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 和那梁彦平一样为南京大屠杀作辩护啊 就这位姓冯的教授 冷战结束之后 日本的政坛发生变化 社会加速有情话 日本又以军国主义势力 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 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控制了日本的主流大学 控制日本的企业 研究机构 媒体乃至成为甚至成为国家元首 例如经常被这位姓冯的教授极力推崇的媒体NHK 其实已经右倾化 但是这个NHK的右倾化 比起这位姓冯的教授来 那还是稍稍保留了一点体面 这位姓冯的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 替日本人辩护 那简直就是 简直就死不要脸了 对吧 日本又以势力替二战七华 罪行辩护的一大招 就是直接否定破坏和平罪 否认日本战犯计划准备 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乃至到达一趴 把发动侵略战争的 罪名从日本转移到中国人身上 从转移到中国人身上之后 锁定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里边捣乱 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导致日本人一发而不可收拾 日本人这么干 你当然可以理解了 他为了洗脱自己的战争罪行 对吧 但是你说跟着日本人一步一去的 在这个问题上造谣 而且打着学术旗号 自己在上海著名大学 带有头衔的这样的人 他们到底是要干嘛呢 到底要干嘛 卢沟桥事变 84年前的今天 卢沟桥事变 全面计划战争开始 日本人在卢沟桥事变 那目前做文章是必然的 翻案派的人物 最典型的就是天中正名 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南京大屠杀被绞死 日本华中方面的司令官 松井石根前秘书 田中正名在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写了这么一本书 这里有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歪曲捏叫杜撞了 中共闹事 导致卢沟桥事变的说法 把侵略战争的罪名破坏 和平的责任 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推到中国人的身上 比方说 他们讲 日军在这天夜里演习 受到不明身份者的射击 但中日双方都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 局势一度平稳下来 双方甚至签订了当地的协议 但不久 日中双方军队又都受到了猛烈的射击 射击每天夜里不断 是日方的阴谋呢 还是中方的挑衅呢 这当然就成了后来东京审判中的焦点之一 按照这些老鬼子的说法 潜入宋哲元第29军的一部分危险分子 实际是刘少奇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抗日学生 总之是刘少奇根据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指示 派遣救国学生成黑夜在卢国桥频繁向中日两国军队射击 导致日本驻屯军和宋元之29军发生冲突致死冲突扩大为抗日战争 这鬼子这么说 他当然的招恨 但是他他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对吧 但是我们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在职的教授宣传的卢古桥事变的真相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名也差不多 你又怎么看 对吧 你简单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然后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就完了 可以这样说吗 你这样说了之后 他还在教书 他还在写书 他还在扮演制派 他还在跟你天天一条一条 跟你往你这送所谓权威的权威的历史事实 他在切香肠的方式 跟你捣乱 完全颠倒黑白 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说史学家披露卢古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笔局导演的制造的战争隐信 而且道理很简单 中日打起来 党才有活路 这篇文章没有作者 没有来源 完全是耸人听门的造谣的文章 前些年在网上流传 可疑吧 可恨吧 对不对 你作为研究日本的研究中日关系的号称是历史学家 对这问题应该什么态度 这种文章不但是违反宪法 是完全汉奸言论 对不对 这篇东西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得到 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东西 在卢古桥策划和宋户战争的策划一文发表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时间是2018年的8月28号23点11分 我说的这位冯散上海著名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 对这篇造谣的 明显造谣的 咬牙切齿的颠覆性的文章 及其说法 居然表示赞同 同意 并转发还亲自撰写如下原创评论对微博啊 发发发发表这个东西 告诉各位 这里面具体的引述 包括时间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有心的作者啊 叫猪田田净的田树心加个舌头的舌 我估计这是个笔名 因为我从我我没听 我估计这个是个笔名吧 最早发表在查网上 我在跟各位说之前 我到查网去查 这篇文章没有了 查网没有了 但是这种咬牙切齿的造谣的文章 在网上还是能够查到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呀 大家想一想 在这位冯丧的笔下 我们看到有所谓权威的学者 合传的日本日本史大戏 近代称 第一绑架日本兵确实找到 但之后有人黑夜向日军射击 对方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国军第29军送出援部 第二 1935年八一宣言 36年55通电和年底的西安事变有关联性 多恶毒 第三多抢资料显示 卢沟桥事发突然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决定防止扩大 在我们这位教授的笔下 你看完了这些文字 你能知道他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吗 日本人也不都是怎么说话的呀 日本右翼才这么咬牙切齿啊 很显然 我们上海某著名大学的历史学家 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历史定论 认为卢沟桥事变居然是个谜 他认为绑架日本兵确实找到了向日军射击的 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国民党29军宋哲原部 用这位冯桑冯精芬的这种材料 他显然是在说明这是共产党 你共产党挑起来 他说1935年八一圈延 1936年的五五同电和年底的西安事变有关联性 意思很显然是说 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 共产党抗日是一起有连贯的策划事件 就差点没说共产党的阴谋了 但是里里外外都是在讲共产党的阴谋 这位姓冯的还说 多项资料显示罗沟桥事发 突然日本人并没有全面侵华的准备 决定防止扩大 就是说他一边说指责共产党的阴谋 一边又替日本人辩护 说日本人不愿意把事态扩大 就是想说日本人压根没有罗沟桥识别 也没想通过全面侵华 没想到共产党放了冷枪向对方开战 所以只好被迫迎战了 我们自己的大学里边的历史学教授居然这样讲话 现在依然堂而皇值得在讲话 我们一个退休老头想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上海这个著名的大学 党委班子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七七事变84年了 你们的教授这样讲话这合适吗 如果你们党委认为合适的话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还有英烈保护法 还有建党一百周年 我们这么多权威性的文件所讲的原则 是不是要做修正 要依据你们的认识做些必要的修正 最关键的是这位姓冯的不但传播上述观点 还扬言还到处说 他有根据 他根据是什么呀 他的根据就是所谓最权威的学者 核传的日本史大戏啊 远点近代 哦 日本人写的就是权威的 对吧 在这姓冯的所说的最权威的学者 第一 没有国别限制 是吧 没有国别限定词 第二 这个权威是姓冯的自己定义的 第三 这位姓冯的 把他们定义为世界上最权威的学者之后 他们对于卢沟桥事变颠倒黑白的说法 在姓冯的这个地方就变成历史事实了 而说共产党在这边捣乱共产党 导致卢沟桥事变那种说法就变成历史史实了 简而言之 姓冯的认定卢沟桥事变是中共和中国引起的 把发动战争的罪名栽到中国人头上 把破坏和平的罪名栽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还用所谓世界权威的学者来增强他的说法的权威性 造谣造到如此权威的地步 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有关方面的领导 你们看不到吗 还是看到了之后 你们认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 你们首吐有则四个字 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认识啊 自从当年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怒不可遏 我当然我写了一些反驳性的文字 但是换来的是这位姓冯的教授对司马南点名道姓的造谣污蔑恶心 他恶心司马南造谣司马南的文字 现在还在网上 那这么一说 有人说了司马南闹了半天 你个人认为上海的著名的大学教授 你们俩私仇啊 我告诉你不是私仇啊 不认识 没见过 我只是对他把卢沟桥事变 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这个罪名栽到我党 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我觉得第一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是挑战中国人的底线 所以我才批评他 所以才招来了他对司马南的人身攻击 当年那些著名的公知不骂司马南的那是很例外的事情 当然不是因为我个人怎么着 而是我说的话 他们不爱听 我说的话 我能和日本人日本右翼说话一样吗 跟他日本右翼说话不一样 他就骂你吧 这有什么办法 大家一定要记着 这个上海某著名大学的 好多人大概听着烦是吧 你们老是上海某著名大学 我倒想直接了当的说 我就怕我说不出来知道吧 不仅如此 这位姓冯的还在微博和各种场合 反复多次宣传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这个结论 比方说 2012年的7月7号 这位姓冯的 在三联生活周刊 大家注意啊 我说的是三联生活周刊 不是一联生活周刊 不是二联生活周刊 也不是四联生活周刊 而是三联生活周刊 最近有点事是吧 三联生活周刊 历史上的今天 这位姓冯的说 不仅下课上 日本几位权威史习家撰写的论著 隐隐约约的暗示夜晚 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 果军第29军宋哲远 那边打来世纪发冷枪 冲突随之产生 卢沟桥事变的真相 可能永远是个谜 三联生活周刊呀 一直有文化色彩 但是在政治的问题上 冯伟在这能够这么讲 冯伟一直讲 日本人 特别是天皇 日本高层 没想在中国怎么着 下课上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帮鲁莽的下层军人 他们绑架了政府 一直宣传这个 这就跟我们单位的出事 是临时空干的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不是这么一个思维吗 其次 卢沟桥事变可能永远是个真相 这也是我们这个姓冯的 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的说法 永远是真相 如果事变的真相看不到的话 那这件事情 日本清华战争的性质 破坏和平的罪行之类的事情 不受事 讲不清楚了吗 不但如此 你口口声声说 是29级宋哲援部里边的一些人 受了北京大学学生的影响 比如说其领导的 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的根据在哪 引用了日本人的所谓的权威的资料 你说的就变成了根据 而 基本的历史事实 日本由此开启了侵华战争 这样的历史事实 你们都能颠倒 在这位姓冯的眼睛当中啊 日本的几位所谓权威史学家 就是权威学者 是世界上的权威学者 所以 我们说这位姓冯的 经分啊 经日啊都不够 应该是媚日 亲日 哈日 如此惊鸿一瞥 惊鸿两瞥 天天你出来招摇给我们看 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偏偏在有些地方 在其人所在的某大学里边 有关领导看不到 你说这事怪不怪 好了 这期节目关于 这位姓冯的 近日的问题 因为是涉及到 齐齐事变的历史真相问题 我就把这事先说到这 希望各位 也能够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有一个最后的彻底的解决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